西九龍法院 西九龍法院5月30日對35家顛覆案中否認控罪的16人作出裁決,除劉偉聰及李宇信罪名不成立外,其餘14人皆被判罪成,及後律政司就劉李宇人罪名不成立,提出迎向上訴亭上訴獲批,二人並准保釋。 事次裁決再彰顯香港法制公平之餘,亦通過判詞,向公眾否釋了涉案者行為的卑劣程度,以及事件對社會造成的嚴重影響,令公眾更好理解裁決本身對維護公義,以及國家安全穩定的重大意義。 裁決指出,35家計劃終極目的和用意非常清晰,前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曾向公眾表明,目的要利用該謀或破壞,摧毀或推翻現行政治制度,以及香港特區根據《基本法》和一國兩制方針,建立的體制。 毫無疑問的是,35家初選是一次為顛覆政權的有預謀行為。任何參與、配合、支持者項活動的人,都是響應戴耀廷撕裂香港,奪取政權號召的擁等。 法庭的判決,將顯出國安法的威嚴,亦是對那些雖非主使,但仍在參與涉案者的嚴厲警告。 從裁決中可以看見,對於35家顛覆案的動機與目的,種種不屑、武力但關乎顛覆的行為,法庭已經充分釐清脈絡,陳述理據,讓公眾對案件的性質有了更加透徹的認知。 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法庭沒有歡有可言,任何僥倖心理在法律面前都只是枉然。 而對於未被定罪的異人,律政司已正式提出上訴,相信此異人也會得到更為公正的裁決。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會見傳媒時特別指出,此案在審理過程中受到來自外部勢力的干擾, 一些政治代理人,企圖借抹黑特區政府,妨礙法庭作出正當裁決。 而實際上審訊時,亦有不少外國領事到場旁聽,個中目的不言而喻。 此外,鄧炳強在回應個別媒體時亦強調,此案的裁決並不等同於,香港之後失去遊行示威的自由, 基本法仍然會保障市民依法享有表達意見的權利。 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任何意見,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再見!